开心破除搭机旅游照片 艺人哈孝远因为空姐老婆 使用优待机票出国玩 但却被爆出耍特权 民众爆料 11月27号搭长荣BR35班机 从多伦多要回台北 因为飞机有重量限制 而无法让体重破百公斤的哈孝远上机 从哈孝远妻子的社群也看到分享 这16小时又30分钟的飞程 看着坐在桂冠舱的丈夫 实在好羡慕他 但登机前有民众指控 哈孝远在现场大吵大闹 哈孝远整个不萨萨 确实目前因为恶物战争关系 有飞机陷重要求 这名爆料的民众说 现场还有一堆常用员工在等候补 哈孝远却因为老婆是副座舱长 硬要递情让他上飞机 哈孝远这趟旅程还po文说 自己是跟屁虫 兴趣是一直坐飞机 直说针对指控很无奈 已经有登机证 有座位何必大吵 还被指控为此拉了五个旅客的行李 哈孝远也替老婆抱屈 有什么权利可以向航公司施压 身为空服员的眷属 福利只是能跟飞 儿子也常一起出游 优态机票的使用 一定得让所有一般旅客都上飞机之后 才开始依照级别直等做安排 在权衡之下 可能会把客人的行李先拉下来后送 然后把客人的话先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为止 对此长容查证后表示 一切照规矩走 航空公司也没有全责限制旅客重量 当天状况是因为气候气流 才没让行李上机 强调没有特权之说 TV表述杨清波林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